8月27日消息,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邱逸可和孙颖莎师徒二人精诚协作,孙颖莎帮助中国队夺得了混双,你团两枚金牌,为国争光。 在奥运会结束后,孙颖莎还在奥运村内骑了一下自行车,邱逸可日前在直播中谈到了艾托的去世。 8月12日,孙颖莎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巴黎奥运村内,在土地骑车之前前,邱逸可一再追问莎莎,你到底会不会骑自行车? 莎莎回答道,这车有点高,下车有点费劲,邱逸可说道,到时候,我先下车,再扶你下来。 而一位在现场的运动人表示,当时,孙颖莎是想去主食堂吃饭,因为中国代表团门口的小食堂和拿汉堡的地方都关门了,主食堂距离较远,于是师徒两人决定骑自行车去,但是奥运村的自行车都是按照老外的大体格设计的,车非常高,莎莎就想骑那个车,太危险了。 日前,邱逸可和方博来了一次直播,在直播中,方博让邱逸可讲一讲骑自行车的事情,邱逸可表示,骑车啊,那个车太高了,都会骑嘛,但是沙沙骑不下去,车太高了,脚踩不到的,他个子也小孙颖沙身高1米62,方博说,把座椅调一下呗,邱逸可表示,调座椅不了,那就几台车子,最后奥运村,骑时服务很好,那个车啊,给姚明骑的, 咱怎么骑啊,我可以骑啊,对吧,沙沙真骑不了,太可爱了,真骑不了那个车,后边去找了半天的车,低一点的,他能骑两下,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沙沙,扣扣我把你放心里,你把我踹沟里,看直播的沙,不怪我们沙沙个子小,沙沙好,车坏,扣啊,你是不是忘了沙姐也在看直播呢? 还吐槽沙姐爱,邱可和孙沙二人仕途关系确实很好,坚定完毕,口口啊,你回去怎么面对小沙沙哈哈哈哈哈哈,你的意思是在说小沙矮吗?你大胆,哈哈哈哈,碰上这对火宝的170家志愿者骑纳车摔的嘴唇都破了,沙沙预判风险的能力哈是,邱逸可分享了在奥运村的骑车经历,描述了沙沙因身高骑不了太高的自行车, 最后找到合适的低车,赛场上,他们是彼此最信任的战友,并肩作战,为国争光,生活中,他们是互相扶持的爱侣,谱写着属于自己的浪漫篇章,他们,就是乒乓球界的金童玉女,许心和刘诗文,很多人说,运动员的爱情,注定充满了挑战,聚少离多,高压训练,伤病困扰,每一道关卡都是对感情的考验, 但许心和刘诗文,却又实际行动,梳洗了一段跨越十余年的爱情长跑,献杀旁人,他们的故事,要从少年时代说起,同为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很早就相识,训练场上挥汗如雨,比赛场上奋力拼搏,年少的他们,在共同的梦想中彼此吸引,逐渐靠近,他就像我的大哥哥一样,很会照顾人,也很有担当,刘诗文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评价许心, 而许心则表示,刘诗文的坚强和乐观,一直激励着自己不断前进,相互扶持,共同进步,他们的感情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逐渐升温,2018年的亚运会,成为了他们爱情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婚双决赛上,他们顶住压力,默契配合,最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颁奖典礼上,许心重溺地捏了捏刘诗文的脸颊,这一幕被镜头捕捉下来,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 也让无数网友直户太甜了,这简直就是偶像剧的情节啊,他让人羡慕了,祝福他们,希望他们永远幸福下去,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已对他们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好奇, 这段感情并非一帆风顺,2019年,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他们被拆队,各自开始新的征程,这对相恋多年的情侣,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网友们开始议论纷纷,有人猜测他们是不是感情生变,也有人表示理解和支持,相信他们能够克服困难,最终走到一起, 单许新和刘诗文,并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选择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爱情,在各自的比赛中,他们依然全力以赴,拥有意的成绩,向彼此传递着思念和鼓励,2021年的休斯敦式锦赛,成为了他们爱情的又一次见证,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搭档,而是隔网而立的对手,在混双局赛中,他们相遇了, 这场比赛,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有人希望看到他们并肩站上最高领奖台,也有人期待着见证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比赛的过程跌宕起伏,双方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荆棘水平,最终,许新和他的搭档获得了胜利,比赛结果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了,在颁奖仪式上,许新走到刘诗文身边,轻轻地拥抱了他,并送上了祝福,那一刻,胜负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 他们都还在彼此身边,共同追逐着梦想,看到他们拥抱的那一刻,我真的忍不住哭了,太感动了,无论输赢,他们都是最棒的,祝福他们,网友们纷纷留言,表达着对他们的祝福和感动,赛场上的较量,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在之后的比赛中,他们依然互相鼓励,共同进步,私下里,他们也会一起吃饭,逛街,享受着属于他们的甜蜜时光, 他们就像普通的情侣一样,很自然,很甜蜜,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偶遇许新和刘诗文的照片,并配文写道,照片中,许新和刘诗文手牵着手,漫步在街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张照片,已成为了他们爱情的最好见证,他们的爱情故事,已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他们是天造的河的一对,彼此成就,互相扶持,也他们的爱情,就像一杯清茶,淡而悠长,令人回味无穷,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却细水长流,这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吧, 一位网友感慨道,许新和刘诗文的爱情,没有太多华丽的辞早,也没有刻意秀恩爱的举动,他们只是在彼此需要的时候,给予对方最坚定的支持和最温暖的陪伴,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情的真谛,也为无数人树立了爱情的榜牙,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白头偕老,祝福新闻组合,永远甜蜜,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以期待着见证他们爱情的更多美好, 许新和刘诗文的爱情故事,还在继续书写着,未来的路,或许还会有风雨,但相信他们会携手并肩,共同一切困难,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相信,爱情,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可以战胜一切挑战,只要两颗心彼此相爱,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 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坚持,看到了信任,看到了理解,看到了包容,更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他们的爱情,不仅是彼此的幸福,也是对所有热爱他们的人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看到他们更多的甜蜜瞬间,以希望他们的爱情故事,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乒乓球界乃至体育界的一段佳话,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希望媒体和公众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和祝福,让他们能够在不被过度打扰的情况下,享受属于他们的爱情和生活, 毕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幸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让我们一起祝福许昕和刘诗文,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像他们的球技一样,永远闪耀永远精彩, 巴黎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球迷还沉浸在国拼包篮五金的喜悦中无法自拔,本次国拼队员再次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商业了精彩的对决,巴黎奥运拟单对决这场世纪大战仍然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毕竟两人在巴黎奥运周期同样占据国拼拼队领投扬的地位,在世界大赛中多次相遇拟单决赛,竞争拟单冠军, 虽然在东京奥运会拟单决赛时孙颖沙西败陈梦无援夺冠,不过在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后,孙颖沙迎来的大爆发,尤其是邱仪可执教孙颖沙后,两人之间配合十分默契, 孙颖沙的个人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如今孙颖沙在个人能力和世界排名更是在国陵里对一起绝尘, 如今正处在黄金年龄,无论是竞技状态还是个人技术都处在黄金时期, 巴黎奥运会孙颖沙身兼三项出战,有望成就奥运三贯网的同时, 孙颖沙还有望打破张继科所保持的最快完成大满关记录, 然而陈梦在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后却受到年龄和伤病影响状态下滑严重, 多次痛丢尼丹冠军,世界排名也出现下滑, 本次奥运会陈梦力压孙颖沙拿到门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质疑, 不过在巴黎奥运会陈梦再次展现出了强大的竞技状态, 在尼丹决赛中虽然与孙颖沙打得难挤难分, 不过最终陈梦还是找到孙颖沙的突破口蝉联了巴黎奥运会拟单冠军, 然而陈梦在赛后却受到了网爆, 有球迷认为陈梦夺冠存在内蒙世国拼故意安排好的比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不良粉丝不断攻击陈梦, 颁强典礼商大喊孙颖沙的名字, 还对陈梦述中指, 这样的反圈文化在国内迅速引来网友众怒, 毕竟无论是孙颖沙还是陈梦夺冠, 都是在为国争光,都值得被尊重。 今日孙颖沙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是了大实话, 用五句话证明了陈梦夺冠史实至名归, 今日在接受采访时孙颖沙表示陈梦姐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 无论是技术还是状态都达到了巅峰, 我说的心服口服, 这句话不仅展现了孙颖沙对陈梦势力的认可, 更展现了孙颖沙作为知名运动员的格局。 孙颖沙在采访中谈到自己时, 幽默风趣地表示决赛那天我其实挺放松的, 毕竟能和陈梦杰这样的高手过招就是荣幸, 孙颖沙的调侃不仅恍惚了球迷对陈梦的质疑, 同时也展现出孙颖沙积极乐观的心态。 下一奥运周期孙颖沙依然是国匹尼队的主力军, 如今的孙颖沙还年轻, 还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希望孙颖沙在日后可以从小魔王成长为国匹尼队真正的大魔王。 乒乓球天才孙颖沙的不眠之夜, 现年22岁的孙颖沙一直被乒乓球揭示为天才, 近日,央视记者董倩采访了他, 探讨了这位年轻球员在事业上的心情付出。 谈及同时争阵担打, 女子囤体和婚双项目的原因, 孙颖沙解释说是为了在赛场上全面发力, 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然而,身兼数个项目的负担与压力可想而知。 为此,他每天都会在常规训练的基础上加练一两个小时, 每天六点就开始训练, 尽管天赋出众, 但孙颖沙并未因此自慢。 他谦逊地表示, 仅仅拥有良好天赋并不足够, 付出艰辛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正如那居民言所说,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获得成功, 一切皆需做好充分准备, 只有经过不懈努力筑起的希望之桥, 才能抵达胜利的彼岸, 孙颖沙甚至将自己与大满关冠军王楚清做比较, 王楚清从七岁起便开始打乒乓球, 可见即使是拥有非凡天赋的运动健将, 也必须通过无数的汗水和决心才能站上领奖台。 采访结束后, 刚刚从赛场归来的孙颖沙也微曾休息, 繁重的活动安排令他双眼裂显浮肿, 但当他与记者董前面对面交谈时, 那双单眼皮的眼睛依旧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孙颖沙成功的秘诀不仅在于他超乎常人的天赋, 更多的是对梦想的职责追求和对事业的不懈努力, 就如同他在采访中所说, 任何成功都需要充分的准备和付出, 没有人能够凭借运气就轻而易举地站上领奖台。 在乒乓球这个充满竞争的舞台上, 孙颖沙从未允许自己有丝毫的懈怠, 为了战胜强劲的对手, 他不得不在训练中投入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汗水。 然而,身前三个项目的重压之下, 孙颖沙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集中力和耐力, 他每天从清晨六点就开始训练, 直到深夜才能结束。 即便在赛后, 他也很少有机会好好休息, 总是被层出不穷的采访和活动所包围, 这样紧张且简不断力还乱的生活节奏,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 但孙颖沙显然并不畏惧挑战, 反而将之视为磨练自己的绝佳机会, 正是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和决心, 他才能够一次次战胜疲惫, 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之中。 而那双微肿的双眼, 更像是他拼搏奋斗的铁证, 见证了他为梦想而付出的点点滴滴, 毫无疑问, 孙颖沙今天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 然而, 对于一个追求卓越的运动员来说, 现有的成绩仅仅是新征程的开端, 他清楚地知道, 想要在未来长期占据舞台中央, 单凭天赋是远远不够的, 唯有继续沿着曾经的道路抵立前行, 方能攀登更高的巅方。 正如曾经的乒乓球名将许心, 马龙一样, 孙颖沙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永不满足, 永不止步的精神, 他清楚, 在这条路上除了汗水和泪水, 就在也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 但正是对梦想的这份执着, 让他愿意在艰辛中前行, 也必将最终导引他抵达理想的彼岸, 人生一世, 自应追求卓越, 孙颖沙正是如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只要他能够保持目前的决心和斗志, 定将在未来创造出更多令世人瞩目的佳绩, 成为国人自豪的新一代体育英雄, 祝福这个年轻的乒乓公主在今后的征程中摘得更多桂冠, 续血辉煌。 回溯孙颖沙的成长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 她的人生轨迹其实并非一帆风顺, 年少时代, 她常常因为个头较矮而受到朗潮热访, 甚至被认为不适合打乒乓球。 但孙颖沙从未被这些否定的声音所打垮, 反而就像一颗刚进幼秒, 在这一合嘲弄中慢慢长成参天大树, 正是凭借对梦想的职责追求, 孙颖沙才得以在逆境中奋勇前行。 面对身材的缺陷, 她努力磨练自己在场上的机动性, 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 她更加勤恳地投入到训练之中, 可以说, 正是因为遇到了这些阻碍, 才锻造出了孙颖沙今天的顽强品格。 人生就如同一场马拉松, 注定充满了重重关卡和无情的挑战。 然而, 只有敢于迎难而上的人, 才能在跌宕起伏中收获真正的成长。 孙颖沙正是如此, 她用自身的精力诠释了这个道理, 任何困难都无法将她彻底击垮, 相反, 她会在每一次跌倒之后愈加勇猛地重新站起。 而孙颖沙能够保持如此强大的内心力量, 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她所处的环境。 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 她时刻都被队友们的努力所鞭策, 被教练的严格要求所激励。 在这种氛围下, 任何一点马虎大意都可能被无情放大, 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她对自我迂数的自觉性。 除此之外, 孙颖沙同样汲取了力量来自亲旁好友的支持和鼓励。 每当她在赛场上飘红时, 总能从家人和球迷们的恍惚声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动力, 而每当她遭遇挫折陷入低谷, 身边人的安慰和开解也会让她重新燃起对胜利的渴望。 正是怀着对乒乓球事业的职责热爱, 以及对梦想的不懈追求, 才造就了孙颖沙今日的非凡成就。 我没有理由相信, 只要保持韧心和决心, 在接载里, 她定将在未来的征程中创造更多娇人的成绩。 近期,国家队乒乓球运动员孙颖沙在央视采访中采访会因此次巴黎奥运会中的表现。 孙颖沙已直面多个争议点, 回应了输给陈梦原因和自己白脸色。 此次巴黎奥运会孙颖沙表现大放异彩, 也收获了不少粉丝的鼓励和支持。 然而, 唯一的遗憾是在拼拼决赛中输给了队友陈梦。 当天比赛中有无数粉丝前去为孙颖沙加油助威, 甚至某力还提前投放了孙颖沙夺冠的广告, 也为孙颖沙未能夺冠造成了负面影响。 甚至在比赛现场有些观众还对陈梦述中止, 表示自己心中的不满, 这些不良的影响一度让孙颖沙口碑下滑。 在这次采访中, 孙颖沙回应输给陈梦的原因, 他表示自己输球当然会有些难过, 自己之所以会输给陈梦, 一是节奏问题, 二是心态问题, 在比赛中自己有些找急, 其中有几个球自己依然记忆犹新, 另外外界的一些声音也会给自己的一些压力, 不过孙颖沙并不气馁。 他表示在下一个洛杉矶奥运会上, 自己还有机会完成大满贯, 沙沙加油。 对于孙颖沙的这段采访, 粉丝也是盛赞不已, 粉丝纷纷点赞并鼓励沙沙刀在时尚抹, 人在世上练, 功贵其酒, 慢慢日冒早开着容, 晚开着易容, 唯有保持出声牛毒不怕虎的锐气, 鼓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劲头, 主动把一件件小事做好, 朱能基小胜为大胜, 鸡归不知千里, 当然孙颖沙也有白脸色的时候, 记者也注意到孙颖沙和王楚清合作时, 对方常常要看他脸色, 对此,孙颖沙和王楚清其实都有正面回应, 孙颖沙表示和王楚清私下关系很好, 所以发现王楚清没打好的时候, 会看他一眼, 意思是让他好好打, 此前孙颖沙和王楚清一起出席活动时也表示, 因为对王楚清期望太高, 所以才常常翻白眼, 王楚清也表示, 说到这个翻白眼, 你现在不白我, 我都不习惯了, 因为白眼我会更认真, 孙颖沙和王楚清在赛场上是配合默契的队友, 私下也是亲密无间的好伙伴, 所谓的翻白眼甩脸色不过是好友之间的微妙小表情, 对方能捕捉到打出更好的桥, 这便够了, 外人无需过多解读。 给我们按试一个跳規 demon 接着更识重一点点 response令, 字极独不理就好 上顺激生活不 cabin啊怎么振动了!? 感谢观看